法国机场大厅被人吵挤得水泄不通 如今正值欧洲旅游忘记开端 但旅客们连飞机都上不了 愉快玩乐的心情全被打乱 因为机场工作人员发起大罢工 有大量起飞航班被中断 据法国民航局统计 光是在1号早上 戴高乐机场和欧立机场 就有17%的预定航班被取消 机场员工要求加薪 刻意选在旅客量大的时期罢工 就是想引起人们关注 通膨时代下的低薪痛苦 巴黎机场的员工提出 加薪6%的要求 但管理层目前只愿意加薪3% 遇上罢工困境的可不止法国机场 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输送带上堆满行李 一路堆到走道上 德国工会表示 有200名负责跑道和行李输送带维修的员工 因为不满薪资洞长而罢工 而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驻点的机组员在30号再次展开罢工行动 另一家公司一节航空甚至从1号开始 在当地进行为期9天的罢工 而诉求同样都是夹薪 欧洲这股罢工潮也烧向了港口物流业 据航运顾问公司统计 全球目前只有3到4成的船只 航运行程准时 德国荷兰等港口货柜堆积 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 近期接连不断的罢工行动 正在逐渐扰乱全球交通网络 欢迎新闻刘倩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